在历史的长河中 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一直以来都是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 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历史是一种伪造 其生平事迹与东方将领如获去定 伟青 刘彻等人的相似之处引发了一些争议 大家好 我是白胖岁岁念 今天我们来说下为什么亚历山大有可能是不存在的人物 本视频将深入探讨这一观点 并比较亚历山大与东方将领的生平事件 以便悉是否存在历史的交叉与融合 一 领导起义与崛起 亚历山大16岁时代赴统治马其顿 平定起义 而刘彻即位时 也在建元6年平定了明月国的叛论 这领导起义的相似点是否仅仅是巧合 还是受到某种历史模式的影响呢 二 成名之战的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18岁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表现出色 而霍区并18岁在定乡之战中同样一战成名 这两位年轻将领的战绩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三 东征与西征的对比 亚历山大的东征和魏清 霍区并的汉凶大战都在十年内完成 两者的战略路径和取胜方式是否存在显著相似性 四 领土割让与和平协议 亚历山大在波斯的敌方提出割让领土来达成和平 而汉武帝时期 匈奴也请求休战和亲 这两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否有某种模式的契合 五 建都与妖者之谜 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后妖者 而霍区并也在事业鼎盛之时突然去世 两者的妖者是否有着相似的谜团 尽管亚历山大大帝与东方将领的生平事迹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这是否足以证明亚历山大的历史是伪造的 或者只是历史中一种相似模式的反应 仍然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这种观点挑战着对历史真实性的认知 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或许在这些相似性之下 隐藏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联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